这部电影绝对是鱼指为牺牲最大的一部电影了 青涩程度满天飞 虽然出场镜头不多 但是却呈整部电影的亮点 尺度想必更不用多说 大家都是明白人 电影开始 女主阿如从小就有特异功能 她不仅能够听懂各种动物说话 还可以用自己的意念来控制各种东西 而她更厉害的就是可以隔空取物 所以村民们平时遇到什么困难 全都会前来寻找阿如帮忙 就在这天 镇长突然来到 她邀请阿如前去给大家表演一下 她的特异功能隔空取物 而阿如也没有让众人失望 直接就用特异功能取出一个人的肾 镇长看到如此厉害的阿如连连夸赞 因为自己叫他来就是为了这事 随后镇长就把阿如叫到办公室 镇长希望阿如能够去到香港 帮自己做一件事情 原来是镇子上的一个老板 在手术的时候和一个负伤患错了肾 镇长听说后 为了能够得到大老板的支持 让自己更顺风顺水 所以就想让阿如帮忙把肾取回来 这样一来 大老板肯定感激自己 为了任务能够顺利完成 镇长还特地在香港 给阿如安排了一位接应人 虽说阿如有些不愿意 但面对全是滔天的镇长 他也只能答应 很快 阿如就坐上大巴车去往香港 可车上的人杂七杂八 有导游 有抢劫为生的三兄弟 还有一位长相漂亮的大美丽 而最后面 则是坐着大反派老 车子开了没多久 司机突然感觉到一阵内急 于是就停下车子方便了一下 可是司机根本没注意到自己的脚下 全都是骨碑坛 直接就刺在了上 随后 司机就继续开车上路 可是刚刚开了没多久 就出现了诡异的事情 前方突然冒出来一辆卡车 司机见转龙打方向盘 大巴车直接就翻了车 而大巴车所到的地方 正是一片乱坟岗 就这样 大巴车上的人除了阿如以外 全都无一幸免领了盒饭 可是没多久 所有的人竟然都站了起来 原来他们全都变成了厉鬼 可是他们自己 却还不知道自己的变化 很快 阿如也醒了过来 他还以为 大家全都平安无事 于是他们 继续乘车前行 再快到香港的时候 阿如就给那个 接应自己的人 打了一个电话 原来接应他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殷叔 殷叔在香港 专门为人驱魔辟邪 在接到阿如的电话后 殷叔马不停蹄地 就去到约定的酒店 可是在路上 殷叔突然发现 自己的罗盘有强烈的反应 罗盘只是 大巴车上面 全都是鬼 殷叔见状 二话不说就跟了上去 准备把这一车阿飘 全都收服 很快 殷叔就跟着大巴车 来到酒店 让殷叔万万没想到的是 阿如就是在这辆大巴车上面 很快 殷叔来到他们所居住的楼层 然后就在走廊里面 开始驱邪 而这一幕 正好被阿如全都看在眼中 阿如还以为 他是一个偷窥狂魔 于是就使用特异功能 将他抓住 之后在阿如的逼问下 殷叔只好把大巴车上面 全是鬼的事情 告诉了阿如 阿如肯定不相信他的话 可是在无意中 他发现大美丽 没有肠子 竟然还能活得好好的 然后又见到牙刷插在背后的男子 此时的阿如顿感事情不妙 于是又找到殷叔 准备和他合作一起抓鬼 而老王此时已经变成最厉害的恶鬼 他四处残害无辜 为了能够尽快将他们除掉 于是他们就把这个消息 告诉酒店经理 可是经理压根不相信 他还说 殷叔是前来捣乱的 因为我酒店再过几天 就会被人收购 经理绝对不会让酒店 在这个时候出一点点差错 就这样 殷叔被酒店保安 直接给扔了出去 没有办法的殷叔 只好自己前去抓鬼 他先是把毫无头脑的三兄弟 引到荒郊野外 然后告诉他们 已经变成厉鬼的事实 不等三人反应 殷叔直接将三兄弟收服 可是殷叔感觉 他们兄弟三人并不是狠坏 也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于是 殷叔又把他们给放了 此时 整个旅行团的人 全都知道自己 已经变成厉鬼 而这些人中 只有老王为非作歹 也是整个旅行团的头头 这边 酒店经理正在和收购商谈合作 不成想在谈判的过程中 出现了诡异的事情 经理这才相信 殷叔所说的不是假话 随后 经理就找到殷叔和阿如寻求帮助 最后几人终于商量出办法 准备把这群恶鬼一网打尽 为了能够成功消灭他们 殷叔就让阿如去到旅行团做卧底 虽然阿如当时也出了车祸 但是他却没有死 也没有变成鬼 可其他人却认为 阿如也已经变成了鬼 阿如为了不让他们心存疑虑 于是就化妆成女鬼的样子 虽说闹出不少笑话 但其他人也没有识破 这边殷叔和老王相遇 殷叔虽然法力高强 可是面对已经变成鬼王的老王 殷叔最终败下阵来 并且还被他们装进一个箱子里 之后 他们就开始商量着 如何处置殷叔 还好阿如及时赶来 成功把殷叔救了出去 出来后 两人又重新制定计划 这一次 由阿如拿着鬼锁去收拾 拿着谢兵谢将 而殷叔则是在外围堵截他们 但是必须要赶在12点之前 将他们全部解决掉 如果12点没有将他们解决 那么他们就会全部变成厉鬼 到那时再想收拾他们 就难上加难了 两人虽然配合默契 但仍旧是寡不敌众 很快就到了午夜12点 所有的鬼权都变成了厉鬼 他们疯狂地屠杀 就在阿如逃命的时候 正好遇见此次前来香港所找的富豪 为了能够保护好他 于是阿如就找了个地方 让他躲起来 随后 阿如找到殷叔 殷叔也不是盖的 没多久 他就把所有的小鬼 全部收入囊中 如今只剩下最难缠的鬼王 就在他们寻找鬼王的时候 阿如不小心和他粘在一起 两人不论如何用力 都无法分开 还好殷叔来到 用一根红绳 才将两人分开 随后两人各自放出大招 可是仍旧拿鬼王毫无办法 而且还让鬼王法力大增 就在这时阿如突然看到 旁边的压力罐 然后阿如就用超能力 给鬼王充满气 最终鬼王膨胀爆炸 领了盒饭 电影最后 阿如也成功完成任务 拿着富商的渗回到家乡 电影到此全部结束 打召唤了